大家好我是Edan 那这一期呢没有错 又是一期打光的教学 那之前就有很多网友想让我教一下 这种反光的银色餐具要怎么样拍出好看的反光 因为这种反光的材质 尤其是像勺子这种有点凹面镜的材质 是很难拍出好看的反射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我这一套棚应该怎么打 那可以看到今天我这边用到的控光的配件是 一个白旗 两个长条形的柔光罩 那这两个柔光罩后面那个比较大 然后前面这个相对小一点 那具体这两个尺寸会打在屏幕上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纸 这个纸既不是硫酸纸 也不是牛油纸 然后也不是蝴蝶布 然后也不是十字格的布 因为反光材质对这一块白旗的这个材料非常的苛刻 所以我大概来讲一下 那这个材料英文叫做Translam 那它其实设计的书中是拍摄剪影的 因为它比硫酸纸厚非常多 那这个才是我们市面上的硫酸纸 它一面是光面的 然后另一面是雾面的 而且抓起来会有这种很吵的这种塑料的声音 然后这个才是我今天用的这个 它比硫酸纸厚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到硫酸纸放在这边都可以透过去一点 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它放了上来 几乎是很难透过去的 看到没有你后面都看不见 它的材质大家听一下声音 是塑料的 但是呢是那种软塑料 我觉得比较能代替它是那种大片的亚克力板 白色的亚克力板 因为白色亚克力板 它的透光率也是比较低的嘛 所以可以透出非常柔的慢反射 我是不建议用柔光布 比如说像十字布或者蝴蝶布 十字布根本不用说 十字布非常的薄 那虽然说蝴蝶布的柔光效果 和这个Translam是相对来说最接近的 一种比较常见的柔光布料 但是因为它是布 所以它一定会有褶皱 如果你是要拍摄这种高反光材料的时候 那些褶皱其实都会看得见 那我这个白席框的尺寸呢 是4英尺乘4英尺 就是120公分乘120公分 一个正方形 那我之所以用这个呢 是因为我白席 我可以用这个来比较随意的 来控制一下它的角度 那如果你是用白色亚克力板呢 你可能还要额外再做一套 相对复杂一点的支撑系统 而且可能那个角度还比较难调节 那这块天幕的柔光核心要领就是 又大又白又软 大它的发光面积要大 白它最后打出来的也是白光 那虽然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黄光啦 但是因为我现在用的是闪光灯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是造型灯 不是最后发光的闪光灯 软就是因为它的光线要非常非常的柔 光质要非常软 然后我今天这边我用我另外一台摄像机 我拍它的直观视角 但从这个相机的视角 其实这个反射角度不是特别正好 不是我们最后用照片的那个角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里的反射不太完美 但其他这些部分都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这个镜头相对直观一点 那我之前教大家用天目光是 既可以用大一点的柔光箱 也可以用白旗对吧 可是今天这里我会只让大家用白旗 不要用柔光箱就是保隆口 或者无论你什么口 就不要用柔光箱 因为柔光箱呢 它是灯就是在柔光箱的正中嘛 对不对 然后打出来它是像一个圆形的镜像一样 往四周衰减 那相对来说 从中心到四个角 光线是很均匀的 但是我们今天这里呢 我们要打出这种 银色材质的立体感 尤其是这个刀柄它是圆弧状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渐变的光线是最能够凸显立体感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盏灯它是一个标准罩 而且没有做任何的柔光 它就直接打在这个Chancellum的底部 然后通过光的这个衰减的特性 所以呢 它会从底部最亮 慢慢慢慢变成一个渐变的慢反射 然后到顶部 所以我们在画面里面会看到一个 比较顺滑的渐变的光线 而且它角度是一个比较切进来的角度 并不是正正打在上面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不推荐用柔光箱 因为柔光箱做不出这种渐变的慢反射效果 那前面这个长条形小号的柔光箱呢 它也是一个全柔就是蝴蝶布啊 两层两层柔光布都上 那它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勾边 把这个银色餐具 这一条边金属的光泽给打出来 那这个角度呢 根据你摆的餐具是什么角度 那因为我是这个角度 所以相机如果从这个位置拍的话 它的光线从这个位置打是正好的 就等于说让它变成一个平的 变成一个入射角 入射角是光 反射角是相机的位置 根据你摆的这个角度来拍 那我今天这个角度呢 是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呢它摆在我的右边是比较合适的 那正常来说 大家如果有搜过类似的教学 一般来说就让你用一个天幕 一个勾边的灯就好了 因为它主要还是这个天幕的功劳 你的渐变材质如果好看的话 它打出来的光线已经就是很好看了 那我为什么要后面再加一个大号长条形的柔光箱呢 是因为我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点上面的高光 尤其是这个刀柄 这个黑缝在后面再加一个这盏灯出来的高光 大家可以看到 这后面这个高光很细的一条高光 其实就是这个长条形的柔光箱打出来 所以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其实不好看出这里有第三盏灯 因为确实第三盏灯的作用实在是比较小 但是我觉得这个细节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毕竟是现实中拍摄 我们不是3D渲染 所以我们的柔光工具的边缘呢 一定会出现一些类似于穿帮的状况 但是我觉得这个黑边我觉得是更好的 因为它有更有层次感 亮暗亮然后渐变 然后再来一个亮 然后最后是暗 但这个边同样也会被勺子的这个地方收进去 那所以今天这个拍摄相对来说比以往的拍摄复杂一点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定制性的拍摄嘛 那我们最后呢需要用两张就是 一张是我把这个贴幕调整一下 压到和桌子边缘的接缝 等于说看不到这边的难看的反射 然后拍一张 其次才是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拍一张 然后呢回头我们要用第一张的勺子好看的部分 去盖住它的第二张 因为第二张我们有更好看的这个刀柄的部分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实操一下 然后我会在这边建议大家用快门线 或者是无线快门线 因为毕竟我们最后是要两张合成嘛 所以拍摄过程中尽量不要去移动相机 连碰都不要碰到 这样子的话 拍出来方便你后期去叠这两张嘛 那今天我拍摄的相机呢是尼康的D810 拍摄镜头是腾龙的90微距 好那我现在给他做一个分解的拍摄 那第一盏灯是天幕渐变光 好然后呢第二盏灯 小的长条流光罩用来勾边的 然后第三盏是后面长的流光罩用来勾那个上面的边 那等于说我们最后这张第三张就是我们成片的主图了 好我们现在做一定的调整 我们来把那个勺子里面的那个反光给他拍的好看一点 大家很小心因为我这个白旗他会碰到镜头 因为离我相机比较近 我们拍摄过程中千万不要移动相机或者移动这个桌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调低一点点 那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这个白旗他已经和我的这个桌子的边缘已经重叠了 所以他现在就拍不出那个黑边了 然后面那个长条形的灯箱其实没必要关掉 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曝光是比较统一的嘛 那因为每个人的灯都不一样嘛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不说我具体到底开多大的输出功率了 我说一下哪个灯是最亮的吧 这张灯最亮 这张灯我是开全功率 然后呢其次是那个标准照就是打这个天目光的这个灯 然后最暗的是长条形的那个后面的那个柔光箱 好那我们现在到电脑上来看一下 好那我先来把开进的电脑看一下后期要怎么处理 那我把这两张都开进了这个CAMERA RAW 然后可以看到第一张呢是这个刀把的边缘比较好看 但是勺子的反光比较不好看 然后第二张呢是勺子的反光还不错 然后呢但是这个边缘的这个高光被遮掉一点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两张记住要全选起来 因为他们最后是要合成叠起来的 所以所有的操作最好倒是一模一样的在这个CAMERA RAW里面 我们先开进镜头矫正 在这边有一个镜片的这个图标Lens Corrections 点下来之后我们把这两个勾起来 那这两个第一个是去紫边绿边万有的话 反正我个人习惯都是把它勾起来 那第二个呢是去除镜头畸变和暗角 所以这两个我一半都会勾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画面完全就是黑白的东西嘛 没有任何的颜色 肯定我们拍摄的时候不可能那么理想 因为包括柔光照啊 然后柔光布的老化啊 然后灯的品质啊 所以它的颜色色彩上并不会绝对的理想 你看我现在如果把饱和度拉很高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侧明显发蓝了一点 可是这一侧又发暖了一点 对不对 其实这种状况 其实如果你是保留某一个颜色 你就在这个HSR里面 你们找到这个饱和度Saturation 然后你们把不要的饱和度都删掉 所以你比如说你不要蓝色 你就可以把蓝色给它删掉 AQUAS也删掉 AQUAS就相当于是CYEN就是青色嘛 那其实我们这个也没必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这张图里面 完全没有任何东西 理想状态下是应该有颜色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过来 把饱和度直接拉没 它就是一个很理想的黑白银色的状态 那同样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全选 好然后呢 我们现在做一些矫正 比如说我们把暗部阴影的细节拉回来点 然后呢 我们把高光白色拖回来点 好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记住要两张 还是两张全选 然后点打开图片 好那打开图片之后呢 我们先拿这张用来做勺子的反射这张 我们先拖到我们的主图上面来 好然后我们先切换一下不透明度 然后看一下他们确定是完美的被叠到了一起 对没有错不透明度拉回来 然后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黑色的蒙板 我们按住Option 然后点这个添加蒙板 它就是一个黑色蒙板 如果你不按住的话添加就是一个白色蒙板 然后我们这里是需要一个黑色蒙板 就是不显示 那我这节课不是一个基础课程 那我就不仔细解释什么是蒙板 大家去搜一搜基础课程应该蛮多的 好那我现在呢 我把这个蒙板给涂白涂回来 那我大概讲一下吧 这个蒙板呢 只要记住四个字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蒙板 就是白有黑无 所以现在大部分情况是黑色的 所以呢它是无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张图片 我现在按下这个蒙板显示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样图片上 黑色部分现在就变成红色了 等于说有显示颜色的这个部分 就是被盖在上面的部分 所以我现在把下面这个背景隐藏起来看一下 所以等于说就是一个好看的这个反光就被叠在上面了 那毕竟因为我们两张图的曝光还是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它明显这张图上面这张图 会有一点亮 然后我们用一个曲线 然后我们按住option 把你的鼠标移到这两个图层的中间 你就会看到这个符号 然后点下去 左键点下去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一个小箭头 那这个箭头呢 就表示说这个曲线仅对下面这个图层有作用 然后我们现在调一下它的曝光 好这样子是一个还不错的状态 然后我们呢 把蒙板精确一下 边上其实没必要有这么多显示出来的部分 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用那个钢笔工具做抠图的话 其实这个会更精确 但我觉得这里其实用一个揉边过渡 其实用画笔画就可以 我们合成起来之后 我们给它盖印一个图层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回头好操作 盖一个图层就相当于把这两个图层就叠起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先快速的我先做一下这个张点去除好了 因为我们这边蛮多这种小灰尘的 好我刚刚没录屏 因为用那个污点修复工具 实在是太卡了 入屏的时候 然后我现在把一些很明显的一些灰尘都修掉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着重修一下这个勺子 好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光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在暗部的这个地方 它有一些金属拉丝 当然这个不是我吃冰淇淋没有洗 我这是全新的 它这是铸造工艺的材料上的问题了 那我觉得其他地方都是很顺很舒服的过渡 这里有一点拉丝我觉得不好看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反光 相比于圆图的反光是好看一点 可是还是对我来说有一点不舒服 那我回头我们回头把这两个修掉 好那我们先做这个前面这一块 前面这一块特别好做 那我们先用这个多边形套索 我们就把这个边缘给它大致的选出来就好 但记住就是说这个地方很窄的 所以要选的比较细一点 好然后建立了这个选区之后呢 我们右键这个污点修复工具里面的这个修补工具 好我们就把它拖到其他好看的地方 好那它这个地方就被修复回来了 边缘有一些刚选没选好 我们用这个污点修复再给它做一个平滑一点的过渡 好那这样子下面这部分就修完了 那这个金属拉丝部分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 可以着重讲一下的问题 就是平常如果你用这个污点修复工具去涂的话 它其实涂出来还是很奇怪对不对 很难涂到很完美 所以我个人会习惯在画笔工具右键 点这个混合器画笔工具 注意一下上面的设置 上面设置第一个要把这个无颜色这个勾起来 然后呢在自定这边我个人习惯是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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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这几个 那这个画笔混合工具要怎么用呢 你就尽量是往一个方向去画 你不要来回的话 它就是会把一些过度不自然的东西给它揉化掉 这个工具其实很常用在修服装上 比如说你拍婚纱照或者是普通的服装照 你的衣服如果褶皱很多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去涂抹褶皱 然后记住要往一个方向涂 不要来回的涂 好那我用刚那个画笔工具也擦除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我没录屏太卡了 好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黑色的地方 虽然已经过度的很好看了 可是它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缺少了一些颗粒感 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的拍摄 它一定会有颗粒感 即使我现在我这样照片用的是 ISO只开到了32 尼康斯可以开到32的 如果不了解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要再做一个颗粒感 那这颗粒感要怎么做呢 然后我们先复制一层Cmd J 如果Windows的话就是Ctrl J 然后复制之后我们做几个动作 第一个我们在滤镜里面找到杂色 添加杂色 其实就是添加噪点嘛 然后我们要把单色勾起来 然后呢 这个数量根据你的状况 但是我一般来说就选到2.45%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添加之后发现它确实有一点颗粒感了 然后但是这个颗粒感呢 太细了 我们正常来说做不到这么细的颗粒感 所以我们呢还要在滤镜里面 再给它加一层模糊 让它稍微 高丝模糊 让它稍微有一种朦胧的颗粒感 那我这边呢就给它加到1像素 所以可以看到这是加完颗粒感的效果 这是没加颗粒感的效果 那相对来说就真实了很多 那这颗粒感我只要它在这一部分嘛 所以我们同样的还是按住Option 如果是Windows应该就是Option 建立一个黑色的蒙版 先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再用白色的画笔 调一下 用硬度软一点 然后大小调一下 然后 只插这一块 只显示这一块 其他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个 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很真实的 那这个插子上呢也有一些 过度不太自然的一些拉丝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把混合器画笔给它涂抹掉 那记住你要涂层要对 要选 选的是这个原来这个涂层 不是我们这个颗粒感的这个涂层 同样的我们这边这个金属刀霸也是有一点 这种拉丝不好看的拉丝 所以但这里是个直线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混合器画笔点下一端 然后呢再按住Shift 然后再点下一端 那它就会自动以直线方式来涂抹 那还是一样 也是一个方向涂抹 然后多涂几次 那它就会相对来说也是柔和很多 然后就那个拉丝就没出来了 好 那我们呢再用曲线 让它的画面更通透一点 那如果有看我之前那一期 达芬奇的认识曲线同学 应该对这个蛮熟悉的吧 我们具体产品的直方图是在这一块 对吧 这黑色高山就是背景而已 所以我们背景这边还原一下 不做任何的处理 然后呢以这个我们产品的直方图 中心作为这个轴心 做一个S曲线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暗部 我觉得可以再给它拉亮一点 所以我给它 背景这边稍微给它做亮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概念一个图层 Shift Option Command E 我个人习惯做最后的润色 增加质感是在CAMERA ROD里面 所以我们点滤镜 然后点进这个CAMERA ROD滤镜 好那进来之后呢 因为我们我个人就很喜欢这种很冷淡 没有任何颜色效果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不加任何调色了 还是以黑白为主 那我一般来说会增加质感 就是在这里调节清晰度和纹理 然后这边黑场有点死黑 我们把这个黑场细节再拉回来一点 那其实这个操作也基本上就是在清晰度这边 我刚用曲线也只是配合一下 黑场损失的地方再拉回来一下 然后终会再给它提亮一点 我之所以修图的时候我会调一下它的亮度降几格 是因为不是所有人的萤幕都会有我这个iMac500尼特那么亮嘛 我想降一点亮度 再如果就模拟一下客人如果在自己电脑上看 如果不是iMac的电脑 这个亮度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OK的 然后我们点确定 那可以看到这个质感就已经出来蛮多的了 那质感出来的同时呢 其实瑕疵又出来一些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修复工具 我们再给它稍微修复一点脏点 那我刚刚又用混合器画笔 把一些过度不自然 因为锐化增加细节之后的一些瑕疵又给抹掉了 然后我现在再给它复制一层 然后建立一下同样的增加杂色 就是做一些颗粒感啦 添加杂色2.45 单色滤镜 然后高丝模糊 一像素 然后按下Option 按萌版 然后再用普通的白色画笔 把这些颗粒感给它画出来 涂出来 对我刚刚就修复了这些地方的过度 对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构图上的调整 就再让它亮一点 对这样子 让它这个金属更亮一点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最后就把它从原图的这样子 修成了这样子 好 那今天这个摄影师的噩梦三件套的打光教学 还有后期教学就在这边 那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我们QQ群在这边欢迎加入讨论 那今天就在这里 有空 来做 aaa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